我們PID做一個調整 我們接下來看看他 涉及的狀態如何 各位好 我們今天主要是談論一下 有關於RoboMask他的一個 所謂PID的一個瞄準 因為他上面的雲苔呢 其實他 可以 依據他的撫養軸 以及 他的方向軸拿去調整 基本上他可以精準的去 瞄 特別是 對於無論是靜止的 物品或者是移動中的物品 特別是如果是移動中的物品也採用PID的一個方式呢 他其實他的效果會更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畫面這裡 那在這邊當然就是一台我們的 其中一台的RoboMask 好 那我們打算呢 是用我們 之前 寫好的一個程式 做一個修改 那我馬置雲把它 說一下 好 那 這邊 我們打算呢 我們是稍微調整一下 到哪一個位置 好 然後我們將他做執行的動作 那原則上他那個底盤呢他是會向右旋轉 然後 找到那個RoboMaster之後他會 啊 我們把這個稍微把它展開一下好了 好這邊我們用PID的方式 那 所以你必須要設兩個 PID的一個變數一個是 啊 方向軸這是撫樣軸的 那我們打算是對這個物件設20彈 所以這邊有一個Wire的迴圈 那 這是有關於 啊 機器人的一個 部分 好 這邊我們把它說一下好了 摺疊 另外SHOOT的部分 射擊的部分 那 基本上呢這邊 當然是以機器人來講的話 他就是機器人 所以他這邊 啊 第一項當然就是他的個數 第二項呢就是他第 第一項的S座標 第三項就是 第一個物件辨識到的物件的 Y座標 我們分別去 設他的一個 呃 呃 呃方向軸已經撫樣軸的一個誤差 呃 然後 我們Arrow也不要射太大 基本上是在 3% 好 那這裡呢我們可以做一個 呃 嘗試的一個 情況 情況 他應該現在辨識到所以他會發光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他的 這個 最後最後一個 啊 發現到瞄準的一個 一個 一個物件 是他所謂他的一個 呃 清單的部分 好 所以 第二項 第二項他S座標 這是他的 呃 Y的座標 其他的寬度高度 啊 等等 好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其實可以做更進一步 去做修改 呃也不一定是機器人 呃 也可以針對其他的一個 物品 好 好所以我們這裡就進一步做修改 呃 所以在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 所要辨識的已經不是機器人而是其他的 呃標籤牌子 所以我們到了智能這邊 所以這邊呢 我們應該是直接把它換為視覺標籤 我看這邊 視覺標籤 呃如果 他 不是 我們 辨識到 呃 看我們要辨識到因為我們那邊的牌子是數字1 啊 如果不是數字1的話他就 不斷的往右轉 好 那這些名稱呢 我們可能做一個 呃 我們看一下 有關於 呃 好所以我們這邊 主要是要去調整 Robot PID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把它展開 那 在這裡的話我們當然就不是 機器人了 好那我們的PID的控制在那邊要看我們實際的情況 去做一個調整 呃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們先把這邊 要把它改掉 所以他是到AI智能部分 辨識到 資訊 什麼的資訊 看一下 你看這個是 椭圓型的部分 辨識到視覺標籤的部分 所以這邊必須做個 調整 那視覺標籤的話 他 他有所謂的 編號 的部分 編號的部分 呃 因為 他跟機器人不一樣 機器人他沒有分種類 但是視覺標籤他有分 所以在這裡的話我們應該是 呃如果你只有 一個物品的話他應該是6 這邊做個調整 好 其他的應該是沒有更動 PID的常數我們可以視情況再做調整 如果說你覺得我們動作太慢我們將他 都放大兩倍 這邊的話 9就變成18 那 這邊 扶養軸的話我們也是放大兩倍 這邊就變14 好 所以這邊是有關於 ROBO PID的部分的一個修改 那 但到 SHOOT的部分這邊也要做修改 恩 因為 他的根據他的資料結構 所以他的 第一個 標籤的他的X座標其實是在第3項 那他的Y座標是在第4項這邊必須要做 適度的修改 那 恩 誤差呢你當然可以去去做縮小或者放大 原則上我們只能先保留這樣的情況 好 那 所以我們這邊就 喔 讓他 喔 運行一遍我們看看情況如何 好 好 所以這個應該排在這裡沒有問題 不過我們的牌子他是 呃 放在那邊的 喔所以在這邊他的 我們會用到他的一個虛擬平台 他裡面其實有個 飛把區 所以我們斷開我們的連結 謝謝 所以這裡我們就改有連他的 虛擬平台的部分 好 這邊我們將他放到最大 他是用漫遊視角 那我們把改為追蹤視角 置頂 這邊在縮小 那原則上他那個飛把區應該是在他的 車子的右後方 所以我們先 先旋轉我們的雲台 來 這邊要 到全螢幕的部分 我們先看了飛把區的位置 然後將我們的車子開到那邊 所以在前方 好所以我們ship下 W這個鍵 快速的 到那個地方 然後再 移動 位置 好我們的 這個在 把它縮小 好所以這邊我們要去修改的 部分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裡要修改的 所以這裡要修改的 我們先看這個主要的部分 主要部分呢因為 那邊的話他不是數字1 而是 字母A 所以我們這邊改 成 字母A 好 PID的部分我們看看 應該是不太需要做任何的更動 其他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需要更動呢 好像也不太需要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我們就先 先看看 當然他還沒有啟動飛把的狀態之下 他是能夠 涉及到 好 那我們這裡當然 他 先旋轉一下我們的 雲台好不要一下子就看到了 好 然後 我們再讓他運轉 好 基本上呢應該就 28子彈就打出去了 好 那所以在這裡我們可能 再把他誤差再縮小一點 縮到1% 好 然後我們再旋轉我們的雲台 我們再看一下他的一個結果 射擊速度可能沒有像剛剛那麼快但是因為 你誤差射到1%他應該 就會更為精準 好 那所以這個是在 定把情況 接下來我們要啟動 他的 飛把 所以我們 看一下他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這邊把他放大 他的飛把區 應該是 在這一帶 稍微把他撤去往後 好看到了看到了 所以把這個x把它踩過去他就會變 飛把就會啟動 好 好這邊我們做縮小 那這時候我們再 運轉 可能 追的太 有點慢 可能 1% 誤差 真的很小 他是有追到 所以射飛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基本上他都可以辨識的到 你看框框都可以 將了A都可以框住 所以我們的PID呢 其實原則上 是可以追得到的 但是他誤差並 1%確實是蠻小的 那這個也有一段距離 我應該要丟臨 好 壓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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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結束了 所以基本上花時間蠻久的 大概兩分多鐘 我們其實可以試著將誤差稍微把它調大一點 那 我們調為0.03 好 確認 那我們的有關PID部分 我們其實可以再放大一些 原先是100的 我們把它放大為400 這邊再放大兩倍36 好 我們PID做一個調整 我們接下來看看它可能設計的狀態如何 好 好 很快的就完成了 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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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